傻子一年都能赚一百万 你敢相信吗 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小伙子开了一家超市 他不用收款机 而且他不会算账 每次顾客买完东西都会算错账 每次少收顾客的钱时间一长 经常来的顾客都以为他是个傻子 不会算账 很多人都跑来买超市的东西来占他的便宜 有一天 一位心地非常善良的大叔回来找他 说小伙子你算错账了 你经常少收钱 大叔坚持要把少算的钱给他补回去 没想到小伙子说 不用了 但是大叔坚持要给 没有办法 小伙子给大叔说了实话 他说其实我是故意算错的 因为我了解很多人都有占便宜的心理 我这样是给顾客变相地打了折 顾客能省钱 我的生意也会越来越好 不光能留住顾客 顾客经常到这里来消费 他们还能免费地为我做宣传 我还省了不少的广告费呢 大叔连忙为小伙点赞 并好奇地问 你是怎么想到这个方法的呢 小伙子说 这个世界既不是有钱人的世界 也不是有权人的世界 它是通人心者的世界 钱和权随时都会发生变化 唯独人性它不会变 从古至今 这都是一条千古不变的定律 俗话说 下水要懂水性 博弈要懂人性 这才是高明的谋略手段 许多时候啊 不是你有多笨 只是你没有去借鉴前人的智慧 做人要有心机 做事要有手段 永远记住 负在数数不在劳身 力在市局不在立更